如果我用AI一直生不出理想的影片 还可以怎么做呢 忍者妈妈听到你的需求了 我们这一集就来教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想知道的同学千万不能错过今天的影片哦 欢迎来到忍者妈妈AI动画教室 我们频道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学习如何使用AI工具 用最少的精力时间与金钱完成一人动画工作室的梦想 我们频道会在每周二推出一部示范作品 然后在每周五讲解这部示范作品是如何做出来的 如果你需要上课讲义可以在每周五的讲解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点选连接索取哦 如果你也对这个领域感兴趣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内容哦 让我们一起站在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吧 废话不多说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吧 我们在上一集学会了如何使用AI生成影片 把人工智障变成了人工智能 这一集呢会先帮大家快速复习文字转语音的部分 教学重点会放在另一个适合卡通人物口型同步的新工具 解决在拉拉木遇到的问题 最后还会教你一些剪辑的技巧来化解目前AI生成的问题 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第四步我们将文字转语音 中文的部分可以直接用剪映的朗读功能就可以了 或是自己配音 这部分我们在2-3的教学影片有讲过 这里再快速复习一遍 想听仔细版的同学可以点之前的影片来看 只是他现在界面又改了 那AI的工具就是这样 他界面会一直改变 首先我们打开剪映 选择图文成片 自由编辑文章 贴上台词 从电台广播这边选择要朗读的声音 点选生成视频 选择使用本地素材 因为我们是要放自己的影片 再点选生成视频 他会自动生成字幕及配音还有背景音乐 但是背景音乐的部分的话 建议大家自己要挑过 确认没有版权上面的问题 我们再根据每一段语音加入我们的片段 英文的部分准备好英文台词到11 levels网站 选择声音 输入文字 产生语音档案 下载档案 不同的角色可以选不同的声音 那11 levels这部分的话 我们在从零开始系列的第六集有详细的介绍过 不熟悉的同学也可以再点那个部分看一下 第五步 人物说话的部分做成口型同步 让你的人物会动也会开口说话 可以使用教学5里面教的 拉拉木网站 上传影片档及声音档 再按生成就可以转成口型同步的影片了 再到cap cut upscale转高清影片就可以咯 但是这一次呢 我在制作的时候 刚好遇到了拉拉木网站疯狂的当机 毕竟它还在beta版 所以我后来开始寻找其他的备用工具 市面上有很多虚拟主播的口型同步网站 例如像DID啊黑卷等等 但是成本会比较高 而且我做的是卡通人物 这些网站不一定能够转 他们都比较倾向于你真人的部分 所以我找到两个替代的方案 一个是resc.ai 它是一个可以把影片转成130种国家语言 而且有口型同步功能的网站 但是免费试用只能转一分钟 付费才可以使用口型同步的功能 这一次就无法使用它来完成我的作品 之后会再做一集记录这个工具的测试 那我这次找到另一个替代的工具就是SyncLabs 也就是我这次英文版用的口型同步工具 这次中文版的部分我还是用Lalamoo再转高清 英文版的部分我就用SyncLabs转口型同步 方法跟Lalamoo一样 先准备好影片档及声音档 上传到网站生成口型同步匹配 它这里有一些限制 影片大小不要超过250Mbps解析度最高1080p 不要同时有很多人 这一点跟Lalamoo是比较不一样的部分 那第一个影格要有人脸 声音档案大小不要超过100Mbps 背景杂音越小越好 了解这些规则之后 上传我们准备好的声音档及影片档 按下传送 然后等它一下 它这边目前转档的速度比Lalamoo快 档案转好之后点进去观看 如果没有问题按下载就可以了 观看的时候还可以选择播放的速度 如果你的影片比较长 你就可以快速浏览过去 那如果你上传的影片是1080的 这边下载的档案直接就是1080了 不用再到其他的工具转高清影片 那AI的工具目前都还在发展中 我们如果可以根据他生成的结果给他回馈 告诉他OK或是不OK 对未来的使用会很有帮助 跟教小孩子一样 如果他表现很好的时候 一定要给他用力的鼓励 下次就会表现的更好 另外也可以同时做两个档案匹配 不用一个一个转档 速度还不错 但是他这边有一个限制 不能够同时做多人的口型同步 我这里有萤幕是两个服务生同时说话 那如果上传同时有两个服务生的影片转档 在做口型同步匹配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后来是个别剪接上传档案之后再个别转档 后面再把两个档案合成萤幕 但是在拉拉木他就可以转成一口同声 两个比较起来呢 Sync Labs转档的速度比较快 目前每个月有5分钟的免费额度 转出的档案解析度直接是1080 不用再额外到其他地方转高清影片 但是他只能单个人转口型同步 拉拉木目前还是Beta版的 转档速度会比较慢 只能上传30秒的影片 解析度只有720 要再多一个影片转高清的步骤 但是目前没有使用次数的限制 但这两个工具都很适合做卡通影片的口型同步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使用 第六步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之后 我们打开剪映做剪辑 将影片档及声音档做匹配 再加上适合的背景音乐就完成咯 那我们这边来讲几个剪辑方面的重点 当我的声音档比影片长的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只差一点点 这里有一个功能叫做智能补增 点选影片在右上角 第二个变数下面有一个常规变数 时长的部分我们调整到我们要的长度 然后你就会看到下面出现一个智能补增 那我们只要勾选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补增 补到我们要的秒数长度 那如果差很多呢 因为PicaLabs生成的影片只有三秒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截取原影片的最后一帧 再到PicaLabs生成新影片 第二个这里有一个影片倒放的功能 复制原本的影片 然后再点选倒放 这样头尾就会衔接在一起 可以延长时间也比较没有违和感 当然这还是要看你的故事内容 适不适合这样做 另外一点现在剪辑越来越复杂 建议大家每个分镜个别剪辑完成之后 再把所有分镜合成整个影片 这样可以避免一些转档的错误 例如这一幕在剪映里没有问题 但是转档出来之后画面就会跳掉 这一次我也试了剪映里面转超高清的功能 效果蛮好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是属于付费功能 虽然有免费使用次数 但要付费才能够汇出档案 如果想要高画质又想要节省转档时间的人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我们影片最后都会在剪映里面编辑 编辑的时候直接把影片转成超高清 直接转档汇出 其实可以节省蛮多的时间 之前有人分享可以用萤幕录制的方式 但录出来的画质是否真的能够超高清呢 这个跟你的萤幕品质及录制程式还是有关的 不一定能够符合你的期望 最后我们来讲最重要的部分 我如果一直生不出我想要的影片 我可以怎么做 这里归纳了七个方法 第一 重新生成直到满意为止 但这个将来会有成本上的考量 第二 调整提示词改变叙述方式 或是描述的更清楚 例如我这次遇到最大的难题是小熊冰块融化的那一幕 止血融化这个动作AI一直听不懂 改成血融化他也听不懂 我后来改成融化并且逐渐缩小直到消失为止 才跑出一次可以接受的结果 但是后面再生成就还是生成不出来 所以当他无法理解你给的那个动作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动作再叙述的更清楚 但是还是要用简单的词语去描述 我们可以把AI当成小朋友 就是你在教小小孩的时候 你要用很简单的语词去描述一个东西 想办法让他理解清楚 第三 增加指令设定 增加负向提示词更改动作幅度 例如人物脸部扭曲变形的部分 或是手脚移动时常常会出现第三支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透过负向提示词去控制这个部分 通常我们指定的动作幅度越大 扭曲变形的几率就会越高 像这一幕的话用Motion2 我觉得他的表情不够有戏剧化的张力 所以我改成Motion3 改成Motion3之后他还是变脸了 所以我最后只能采用Motion2的部分 第四 生成的影片部分可用时 可以用剪接的方式来汲取要的片段就好 就不用一直要追求生成到完美的影片 例如表情对了手的动作不对 或是前面表情对了后面走钟 这个我们都可以透过影片剪辑的方式去达到我们要的画面 第五到Photoshop或是Procreate这一类的软体 把它拆成影格及图层 抽掉不要的影格再汇出 或是修改图层后再汇出 例如像小熊冰块的那一幕 90%动作对了 但有一点点动作不对 而且已经是所有影片中最接近的画面了 不OK的部分我就到Photoshop拆成影格及图层 把不OK的部分修掉再汇出就可以了 光影颜色有差异的部分 我们可以直接在剪映里面做调整 例如颜色的饱和度或是光的亮度或是色系等等 第六分镜再拆细一点再生成图片 影片是多张图片合成的 生成的编译数也会比较大 目前单张图片生成的技术比直接生成影片稳定 第七同一个画面拆成不同的图层 改成绿幕再到Pikalevs生成影片 例如小熊冰块融化的那一幕 对又是这一幕 这短短一幕让我绞尽脑汁 想尽各种办法来解决问题 头发都不知道白了多少根 好我们回到正题 这一幕小熊冰块要融化要扭曲变形 但我的背景不要扭曲 所以我先到Adobe Express移出背景 只剩下要有动作的部分 就是小熊冰块跟杯子 再把背景填上绿色 再到Pikalevs转成影片 之后剪辑时再把影片用取色器去背 与原本的图片重叠合成一个画面 但原本的图片的小熊冰块就不搭了 所以我们再到Leonardo.ai的画布里面做局部修改 只剩下杯子做背景 这样就可以合成一个画面哦 或是同一个画面有两个人以上 动作不一样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最后如果前面方法都无效时 那我们只能选择修改剧本跟分镜了 许多事情一开始执行时都不会太顺利 就是因为不顺利才能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才会寻找解决方法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我们就会不断的优化自己 不断的进步 这些只是现在技术尚未成熟的一个过渡期 再过一段时间 我相信这个部分应该会改善很多 我想以AI现在进步的速度 今日的科技很快就会成为明日的历史 唯一留下的是成长后的我们 那这一次的教学跟分享 就到这边 那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哦 恭喜你又学会了一招 如果你想要继续跟着我一起学习成长 一定要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内容哦 还可以点选资讯栏的连结 订阅忍者妈妈的私房秘籍 就可以不定期第一手受到忍者妈妈的私房秘籍哦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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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